嘿喲 聊四季 天鹽中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達洛P圖倫對賞敗戰提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藍方次選擇了達洛P圖倫 達洛P圖倫最大的特色是每三個時代可以獲得200木材 這個效果讓他可以多開一個城鎮中心 甚至多灑三片農牆 這個能力算是蠻強大的 再來就是他的烏之鋼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科技 烏之鋼可以讓他的騎兵還有自己的步兵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御率進行攻擊 所以遇到一些防御特別高的單位 用起來就會特別的舒服 達洛P圖倫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 他的戰毛兵跟相公都有這個攻速加成 而且他的大象還有醫療隊 所以他的相公本身也會回血 所以達洛P圖倫也是很適合走相公路線 還有這個攻城戰相的路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敗戰提人 敗戰提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垃圾兵 有這25%的減免 戰毛兵、擊兵還有駱駝 都是相對的便宜 那敗戰提人最強大的兵種 是他的寶兵 敗戰提神奇兵 那這個單位是打步兵單位 非常強大的一個奇兵單位 甚至連擊兵都會輕鬆解決掉 那敗戰提人呢 他的後勤科技也是相當重要的 可以讓自己敗戰提神奇兵 或者擴散傷害效果 打一整拳的步兜是相當好用 那敗戰提人的最大特色呢 是他這個帝龍時代的造價 非常便宜 所以有些在地圖上面 可以打出個單TC速帝龍打法 但是不太推薦喔 這個能力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這場選手的是Viper 然後對上這位是耶龍 後面的名字我就不太會念了 那兩位也是蠻高分的玩家喔 那Viper也是我們熟知的 世界冠軍玩家 但我覺得他今年 可能要把他稱為世界冠軍有點困難了 因為現在黑了真的是太強 但是Viper還是我心目中喔 最頂尖的玩家 是我個人心目中 因為他的玩法還是相當獨特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敗戰提人 敗戰提人的地圖呢 左邊有裹著喔 下方有金礦 看起來其實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 但是 他這兩個地方會讓他前期很難守 而且木區在後方 正面如果要圍的話 就是要圍大一點喔 然後盡量把這個高地給圍起來 然後直接往下拉到底 會比較好一點喔 那他所以說他前期的一些投資喔 可能城鎮中心要開前面一點 或這邊要下一棟城堡 才可以順利守住正面喔 那還好他的野金喔 附近都在後方喔 石頭也是 所以在做一個防守的情況下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漏洞出現 那接下來看一下 達魯P圖人喔 達魯P圖人這邊 是果子在前方 黃金在後面 唉唷 這個就很棒了喔 黃金在後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石頭在前面的話 這裡感覺也還好 畢竟你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城鎮中心也可以往前開嘛 所以這個石頭要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後方有個複石喔 這裡可以開一棟城鎮中心 總體而言看起來都是不差的喔 至少有60分喔 這邊敗在庭 至少大概30-40分吧 因為金跟果子都在前面喔 這裡打幫幫可能會出事喔 好這邊利用自己的魔防 當作防止去卡位 哇這個圍法圍得很厲害喔 用最少量的資源喔 把這邊給圍起來 然後後面這邊再小圍 用城鎮中心連綁 OK 好那這邊達魯P圖人 升下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好那這邊按了兩隻長槍兵 是想要去戳對方的刺猴 那數量力多 也可以稍微反打一下 對方的裝甲步兵喔 因為本身長槍兵也有三攻喔 數量多血來打 其實對裝甲步兵來說 還是有點傷害的 畢竟裝甲步兵的血量是 他的近在防目力40喔 所以長槍兵湊一下還是有三滴血 好但最主要還是拿來湊對方的 肉碼是比較重要的 好兩邊應該是小打小弩 好這邊稍微拉打 工兵直接被裝甲步兵給砍死 後面的兩隻長槍兵 收掉了一隻裝甲步兵 當然還有一隻裝甲 還在後方 好先集火掉了一隻 後面的長槍兵加肉碼 一起集火掉第三隻的裝甲 這一波 敗戰庭人 投資了非常多的槍矛喔 但是他的資源消耗量 並沒有太兇 雖然能接受 這個25%減免喔 還是有感的 好 達魯皮圖人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可能是轉堆戰毛兵 那這個毛兵現在有攻速加成喔 所以打敗戰庭人的毛兵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而且現在敗戰庭剛剛猶豫出了太多 這個吃肉單位喔 這個毛兵啊跟槍兵的關係喔 導致現在一擊射很難點 而且沒有黃金可以去點 所以這邊還要再補個金礦 好稍微做一下拉扯 一直用弱馬去前面卡位 然後槍兵想出來 說不到 哇 這個viper 手速真的好快啊 好 回到這個高地 要守高地防守 好這邊直接要往前硬丟 終於解決掉了弱馬 好 這時候打了皮圖 點下了輪軸技術 好這邊數量擰壓 直接壓了過去 直接壓了過去 搞定 好這時候打了皮圖倫快要升到城堡時代 已經補下了四級 好用這隻毛病去搓盡時間 讓這個四級能順利蓋好 OK蓋完之後 金礦稍微挖一下 OK順利升到城堡時代 前面這個果子就暫時先不要吃了 就直接撤退就好了 剩一滴血 硬要吃耶 viper真的有點硬要 再來多挖幾個果子 然後之後再往後 去灑農田 好那這邊三級的是 裝甲步兵 還有這個 一級的步兵鎧甲 剛才打的是要走這個長劍兵路線 好 越來越多隻的裝甲步兵走得出來 好但是不能被這些戰鬥兵給吸引 現在要往對方家裡衝才對 好這裡用少量的裝甲 解掉了正面的毛病 好這時候升到城堡時代的viper 先點一下了護衛技術 並沒有優先升級長劍兵 好 離過來就是對著對方的馬舟一陣暴打 但決定還是要來打這個居住防射 好還能天然這邊補下了 二級伐木 但viper這邊還沒有點下 這有點危險 好這邊長劍兵三級好 是不是在考慮要不要投資一級攻呢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對打 四隻騎士一出來 遇到長劍兵的包圍 有點扛不太住 因為現在數量擰壓 大魯P圖人這邊轉出一些槍兵 作為進攻的手段 好巴南天人這邊想用的方式就是 用這些垃圾兵加上騎士 想要去斷解後方支援過來的步兵 好動物轉出了生女 先來招想一下 這時候補下了二級伐木 稍微補正了一點經濟 但這時候已經3TC開農了 現在viper用這些長劍兵跟槍兵 拖到了對方的一些經濟 讓對方沒有辦法安穩的開下3TC開農 好那兩邊稍微打一段落 看一下兩邊城堡時代中期會怎麼打 好這時候補下二級農田很好 這樣子第一次灑的農田 就可以吃到二級農加成 這也是操控上的一些小細節 讓農田不會自動耕田 然後等到二級農好了之後 再繼續復耕農田 好這件事情是 大家可以去稍微學習一下 注意這個農田的變化 好那班農田人這邊是決定 要繼續出騎士 要打這一坨的 長劍兵跟重裝長槍兵的樣子 但其實班農田人喔 他也是可以打工兵的 也有強弩可以使用 也有拇指環 所以本身來說 要轉騎士來打 其實有點意外 但他這個騎士可能是想要主動權 所以才出騎士的 好 班農田這邊挖一棟城堡 果然蓋在前方的高地 做個防守 後方這邊長劍兵 互打一下 但數量太少的關係 長劍兵 還是有一點優勢的 好這時候 Ryper點下了手推車 好這邊三旅繼續招翔 招到了蠻多的長劍兵 好 那目前兩邊喔 都是3TC開打 村民差距並沒有落後太多 都是82層 OK這邊轉出了一些敗戰庭聖的騎兵 要來打這些步兵的話 應該是綽綽有餘 OK第一時間先打掉老頭 兩隻 後方的長劍兵 遇到對方的巴丹廷聖騎兵 有點扛不太住 直接被正面爆打一波 前方的長槍兵 跟長劍兵 全部 被巴丹廷聖騎兵 給包夾 包抄掉了 那現在WP圖 這邊就會很危險喔 一定要轉出更多的長槍兵 還有勝率喔 去做反制 才有可能擋得住 巴丹廷聖騎兵的傷害 好 這邊也準備要點一下帝龍時代 好 槍兵再過來打一下 但是完全扛不住 霸彈廷聖騎兵的威力 這邊想要蓋城堡 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結果沒有去抓嗎 看到了 這裡圍一下 稍微小圍 繼續蓋 OK兩邊都順利了 點下帝龍時代 巴丹廷人這邊點下了 戰毛兵的升級 可能是要來反制現在長槍兵的路線 這邊拉了一些聖騎兵的前線 幫這些巴丹廷聖騎兵補血 血量來到最滿 攻擊 數量來到11隻 數量有點龐大囉 好結果這邊挖金礦 直接被城堡給抓到 哇這個野精的位置有點尷尬了 好後方有沒有金礦呢 這圓Viper在尋找新的金礦處 哇結果他這邊外面野精 是在下方這裡 這邊有找到了 兩塊金 好上方這邊應該 心知肚明應該找不到上面有金礦 而是下面這裡 好本來巴丹廷聖騎兵要到後方騷擾 結果高地有一棟城堡 守住了後方的位置 這裡WP圖倫直接上了級兵跟二級攻 準備要來把步兵戰打到最好 班辰廷聖騎兵這邊 則是點下了三級色跟化學 也要來把戰毛兵的傷害提到最高 好開始產下了巨型投司機 這邊級兵中間有搭配幾隻少量的邊界兵 那邊界兵這個單位也是很特別 他在地下有這個蓄力傷害 會有爆炸傷害的效果 好這時候WP圖倫點下了三級板甲 還有烏茲鋼的升級 待會攻擊班辰廷聖騎兵 就有五四防禦力的效果了 而且騎兵也會有 好對方兩台巨型投司機 先拆城堂中心 兩邊大戰一觸即發 金瑞升級好了 邊界兵也OK 現在三攻還沒點下而已 好這邊要開始打鬥了嗎 但是後面有城堡喔 OK 第一次的交戰 霸占聖騎兵在前面擋了非常多的傷害 同時邊界兵也是給予到非常多的 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邊級兵再次上前硬戳 戳掉了非常多的霸占聖騎兵 果然幾兵打霸占聖騎兵 才是唯一的正解 哇 直接出來了大量的霸占聖騎兵 沒想到步兵大戰 霸占聖騎兵居然擋不住 這也是邊界兵很厲害的地方喔 無視對方的防禦力 然後又有爆炸傷害 直接打爆第一波特 霸占聖騎兵的部隊 好 但後面大量的戰毛兵 繼續上前的話 對於級兵來說會很難受 但還好後面有混血兵劍兵喔 所以如果正面要硬打的話 可能也不至於打輸喔 這時候阿羅皮圖倫點下了 雙手劍兵的升級 可能是要來打這邊的戰毛兵 OK 這邊三台均勻投擲機 也不管戰毛兵 直接硬打 村民一直被戰毛兵給輸出當中 損失的有點多 但村民數來說並沒有相差太多 還是100多村 115村對上130村左右 村民差距15村而已 好 第二波的霸占聖騎兵已經續好 16隻 比剛剛數量還要再更多一些 這邊三級攻可能要找喔 有個機會補下 好 霸占聖騎兵直接吃到 邊界兵的擴散傷害效果 爆血一波 但這一波應該是能打得贏 原這次數量夠多 OK 看到對方霸占聖騎兵還在出 雙手劍兵的數量並沒有繼續按 反正是按出了一些 兵界兵出來 先擋一下 這邊先補下了 劍兵勇士的升級 OK 那劍兵勇士的好處 就是可以高數量產 但是現在打魯梯圖人這邊 肉量還不太夠 需要撒更多的農田 黃金挖的有點多啊 因為這兩個野精 這個Viper可能想要先挖乾淨 所以農田現在沒有撒太多 最後維持在60片田左右 那巴仁庭這邊呢 則是挖了後面兩塊黃金 其實快要被窮死了 野精的部分都被Viper給控下來了 不過能把這兩塊金礦吃掉的話 才可以補正一些自己金礦上的劣勢 好 打魯圖人這時候 點下了三級攻擊升級 好 正面開始偷拆 巴仁庭人家裡的城堡 而不是攻擊這個高地了 這時候中路點下巴仁庭聖騎兵的升級 反正在這個城堡研發 結果發現在進攻了 所以去用到上面的城堡 研發巴仁庭聖騎兵的升級 但巴仁庭人這邊城堡上有點優勢 因為他這個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這個高地堡 剛剛這個直接強行進攻 也沒有成功拿下 好 這邊直接用狙情投資機 硬砸掉一些戰毛兵 飲食術 巴仁庭人這邊點下 打了名字環升級 還有金冠後勤科技 八蛋提升騎兵最關鍵的科技已經點下了 前線想要蓋城堡 結果 直接蓋了一個城門想要阻止 這個城堡好像有點 硬要 這邊優先拆對方的修道員 但邊劍兵跟劍兵友誌的數量有點過多 這邊打起來可能會打輸喔 半戰艇 好 左邊直接被包抄起來 暴打一波 半戰艇升級兵這邊潰不成軍 其實金瑞的版本也有後勤科技 也是擋不太下來 但上方這邊還是有少量戰防兵在控制這塊區域 房間也是順利的開採當中 正面的部分 四台軍力投資機一直架起來 繼續進攻 後面可能要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還有城堡 進行防禦會比較好 這邊石頭還沒有挖完 帶回這邊高地 可以再補一棟城堡 這裡 這裡或是左邊這個地方 都可以考慮一下 按正面有點快擋不下來喔 可能在補裡面會比較好一點 對 OK 好 冰天兵直接走到了半戰艇的農民地帶 但是現在半戰艇雖然露很多 但不知道該怎麼打 連半戰艇的步兵 算是有點弱的 沒有三擊攻的關係 所以如果遇到對方的步兵 還是要靠自己的強怒 跟火槍之類的單位 過來反擊會比較好 打到T2 這邊則是有火炮 可以反擊對方的戰鬧兵跟強怒 這就要看MIPER要不要轉一下火炮出來打 好 冰箭兵 加上正面的劍兵武士 解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自己也損失了非常多的步兵單位 這棟城堡打的傷害是很多 現在雙面進攻 好 均勻投司機再度攻城 但有點扛不太住 正面的部隊已經被火槍 配上強怒 順利的解決掉了 這四台均勻投司機 可能來不及拆得掉這棟城堡 哇 血量被修了回來 剩下500多滴血的時候 直接挺住了 好 當然巴斬亭中間這棟城堡也被拿下 這兩塊一隻沒有辦法拿下來 對巴斬亭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眼睛的部份已經快被挖光 剩下這兩塊附金都是VIPER的 那VIPER待會這邊也可以補一棟城堡 去守一下附金的部份 好 在後面補了一些軍銀 想要來偷偷纏一些劍兵勇士 在後方偷偷砍村民 好 這邊直接奪取 對方的複石 太狠了 太狠 好 這時候點下了化學 好 巴斬亭聖騎兵直接沒空好 上前直接應戰 血量損失掉了一些 可能要撤退喔 這個高地要守下來有點困難 唉唷 暗威力好像很足夠喔 哇 白盒這邊有點在下水餃 好 沒關係這邊爭取下時間 正中城堡能蓋起來的話就還有機會 好 阿蘭廷聖騎兵全部倒地 只剩下大量的火槍跟少量的強弩 還有戰毛兵 這邊城堡應該95%能蓋起來嗎 959697 到城堡 好 但沒有關係 這邊還是有少量的步兵單位 在做騷擾當中 巴斬亭人這邊的肉非常多 2500多肉 白盒這邊則是 肉非常的缺乏 好 但是巴斬亭這邊只剩下一棟城堡 看要不要直接產巨頭出來打 那如果產巨頭的話 巴斬亭聖騎兵的 產量喔 就會下降非常多 所以這邊要考慮的事情 要不要轉個 衝車 或是火炮開打 這棟城堡啊 或是後面這棟城堡 好 那這棟城堡 讓白盒有非常多時間 可以繼續亮閃自己的邊界兵 哇 產了非常多的數量喔 數量來到了 34隻 後面還有少量級兵 直接就去騷擾後方的農田 完全不冰戰 好 這邊再繼續開採黃金 反正體能這邊 這邊 要怎麼打呢 唉唷來囉 好 現在又開戰了 邊界兵這邊直接大軍壓進 後方三隻半身聖騎兵直接上前應戰 哇 邊界兵直接地下擴散傷害效果 邊到了非常多的 火槍兵還有強輪 哇靠 直接打了一整片 好扯 這邊的火炮可能要小心喔 現在沒有這個安全地方可以讓他們出來 哇 繼續追逐 好 少量了 霸彈體聖騎兵出來 化解一下這個場面 霸彈體上方有更多均勻 闡速的劍兵 我是在騷擾 下方正中城堡也是 哇 太難受了 霸彈體的 這邊火炮可能要優先解決 正面正中城堡 看能奪取黃金喔 不然現在完全 缺盡的狀況下 是慢性死亡啊 好 燒發兩隻霸彈體聖騎兵 稍微化解掉了 上方的劍兵我試著燒了 上方的劍兵我試著燒了 村民術下降只到2128吋 但是現在村民術 還不是非常重要 原來 Viper的村民術 更是 少了一些喔 重點是正面要怎麼打贏呢 哇 上面這裡還有一大坨 火炮果然先攻擊了正面的城堡 雖然這棟城堡不是那麼的重要 重要是這棟城堡拿下來 才可以把黃金給奪回來 好 Viper這邊直接在後方架了巨型頭司機 想要來直接攻擊火炮 火炮這邊有閃掉嗎 唉唷 閃掉了 好 後方還是有更多的步兵走得過來 好 看來正面要棄手 沒有要繼續 進攻這棟城堡 哇 大量邊劍兵 直接直擊上方的城鎮中心 上方這一大片農田要是不能正常運轉 巴登帝人待會可能會有斷肉的問題 好 當然少量的巴登帝聖騎兵 直接過來攔截出來的 劍兵勇士 那 Viper這邊也是很聰明 直接把擊兵 放在裡面 待會再出來一次解決掉 喔 這邊看起來要來大戰喔 上方有非常多的兵劍兵 但是不敢上前硬打 哇 兵劍兵直接抓掉了 巴登帝的兩台火炮 哇 這樣工程無力化囉 巴登帝這邊已經完全斷金了 哇 這邊聰明也是直接被直擊到 上方的邊劍兵拖到非常多的時間 巴登帝人的大軍在上方還在浪費 防守能力 家裡只有一些巴登帝聖騎兵在防守 好 阿羅匹圖人把黃金也挖得差不多了 好 點個草藥自咬 讓血少的 兵劍兵喔 進去城堡裡面補血一下 想讓血量拉到最滿 然後來進行最後一波的攻勢 哇 這個邊界兵太痛了吧 呵呵 過去怎麼是 巴登帝聖騎兵被蒸發啊 而不是邊界兵呢 完全坦不住地下傷害 哇靠 這數量有點誇張 76隻 OK 正面 工程 邊界兵被摸到一下就會爆血 哇靠 直接蒸發了 Lipe這邊的軍隊實在太過強大 正面的巴登帝聖騎兵也擋不太住 雖然大陸P2人邊界兵也是損失到 剩下三十幾隻 但是正面直接 一發一坨 大玩的全部鞭掉 正面的火槍 火槍兵 巴登帝聖騎兵 全部都被打倒 直接 團滅 我是巴登帝的話我應該傻眼了 我應該會想要打出GG了 這個一定沒心態了 兵劍兵太強大了 OK 打完一波之後 後面又補下了更多的邊界兵 屍然來到了八十隻 太狠了 這時候巴登帝人轉出了長槍變身機 但是有點無私於步 這個長槍兵絕對擋不下邊界兵了 好 這時候巴登帝人打出了GG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油 白盆這邊拿下來了 非常多的食物的勝利 黃金則是輸了一些 絲頭上則是贏了一倍 木頭上來說是巴登帝贏了比較多 這邊由於是配兵組合的關係 巴登帝這邊是採了比較多的肉 看起來兩邊經濟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確實上也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配兵組合有點單純暴力 如果大家喜歡玩單一兵種 無腦A過去的話 邊界兵可能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您的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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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